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片显示 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 突然在医院出现 探望曾因在六四期间同行学生被撤职的前统战部长严明傅 不禁让外界产生了联想 据悉 温在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期间 还曾探望几乎为六四平法的政协前委员吴祖光 报道引述评论指 中共官方近年来对于与六四有关的高层似乎脱敏 也就是使已经变得敏感的人或是不再敏感 譬如试图因六四事件受到重创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胡起立 出现在中共领导人探望的老同志名单中 明年就是六四三十周年 葫芦认为 温家宝总理探望严明傅先生 应属人之常情 温家宝总理在任期间尽管涉及家族谈吐传闻 但其在汶川事件中的亲民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特别是其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令人钦佩 至于温家宝的探望行为 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当局将会对六四事件进行平反 葫芦认为 在当前政治左转的氛围下 几乎没有可能性 接着 葫芦与您说说 攻占小说作者被判重刑的是 香港南华早报消息 刘某笔明天一因跌写 出版色情小说 被判处十年六个月的图形 2017年 一本名叫攻占的小说 在网上销售七千多部 这是一部关于男老师和男学生之间的爱情小说 其中写有大量男男同性恋性行为的内容 充满暴力情节 报道志在中国 制作 贩卖银费物品牟利属于非法行为 最高可判处 无期徒刑 根据1998年最高法院出台的发条解释 销售五千张以上银费物品 并牟利一万元以上 至少要判十年以上徒刑 南华早报表示 刘某小说是中国政府清理网络 色情低俗 有害信息行动的牺牲品 中国政府在2014年宣布了语言汇物品的战争 对三家网络小说网站 采取了封闭措施 葫芦认为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 没能反映社会的变化 险细恶法 色情 性爱本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通过分级限制阅读人群等方式减少它对社会的危害 对违规者进行经济处罚 但不应该判处重刑 因为色情小说也是自由言论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 中共如此严厉处罚一个色情小说作者 但中共官员却大兜类好色之徒 拥有情人上百位也不稀罕 下面 葫芦与您说说财新记者 到泉州采访 竟被精准抓嫖的奇特事 11月19日 一则讲述记者采访经历的文章 让已经淡出中国民众事业的福建省泉州市碳酒泄露事件 又一次引爆网络舆论场 据这位女记者讲述 在泉州采访期间 不仅几乎全程被身份不明的人士跟踪 而且当地的官员对接受采访态度的模棱两可 在女记者拒绝官员的要求 准备离开泉州的前夜 半夜有四名身穿警服的人员静止刷卡 创入了女记者入住的酒店房间 查验身份证 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询问之后才离开 事发时 女记者询问警察破门而入的缘由 警察给出的答复则是精准抓条 并且生成是普遍检查 例行公事 但在事后 女记者从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出得知 警察在并未出具任何官方证明的情况下 强制从前台要走房墙 同时事后也并未像此前告诉女记者的那样 例行检查别的房间 葫芦对泉州政府的做法感到难以理解 对于意见涉及范围之广 严重程度之深的重大污染事故 媒体对真相的追踪和报道 不仅是职责所在 更是对民众知情权的捍卫 葫芦希望泉州政府能对这一荒唐作法 向公众做出解释 最后 葫芦在与您说说孙文广教授被软禁的事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由于批评当局揭露国保仇刑 而与外界失联即将借满一百天 美国之音了解到 孙文广近段时间一直被软禁在家 遭到严密监控 孙文广的一位支持者周二向美国之音披露 他和朋友不久前到山东大学教授公寓探访 他说 到了孙文广家所在的21楼 发现走廊里摆放着长椅 有人指手上杠 这位探访者表示 当时孙文广的夫人韩阿姨给他们开门 只开了一道缝 这时 一个警察护保安模样的人走过来干预 他们没能进门 这位探访者说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他可以确定孙教授当时在家 因为如果只有他老伴在家 一般情况下是不上岗的 今年8月1日 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电话采访时 批评中共领导人撒币外交 遭警察破门而入带走 被关黑监狱11天 8月13日 这位异议人士 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 揭露国保逼迫他夫人对外访称外出旅游后 再次失联至今 葫芦对中共国保侵犯孙教授 人身自由的行为感到愤怒 一个80岁的老者如此关心国家命运本应尊敬 但却采取如此严重违法行为对待他 可谓丧尽天良 好了 今天葫芦就与您聊这么多 明天见